接下来的电化学我们要倒过来 就是要电药产生化学变化 我们要教的是电解跟电度 电解就是通电区分解 通电流会有很多的效果效应 有所谓的电流磁效应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章要学的事情 我们前面教过电流的热效应 产生热产生能量 现在我们要教的是电流的化学效应 通电之后产生化学变化 我们前面的电池是化学变化产生电 所以它就倒过来 一个是A变B 一个是B变A 反过来 好 这位大哥第一次把氢燃烧变成水 所以他猜想水是由氢跟氧构成的 但是呢 画一个问号 然后我们前面教过呢 有个普打电池发明了 那就有人拿这个普打电池呢 去把水分解成氢跟氧 那就很确定了 氢跟氧加起来变成水 水拆开来变成氢跟氧 我们就可以知道水确确实是由氢跟氧构成的 这是第一个所谓的电流引起化学变化的实验 那么电池就是利用电能引起化合物分解的一个反应叫做电池 通电去分解 通过电流去分解化合物 我们叫做电池 为什么通电之后可以引起化学变化呢 怎么回事呢 我们有电池有正极跟负极 然后接在一个电解槽上 接正极的叫正极 接负极的叫负极 接正极的叫正 接负极的叫负 那我们上课的教法叫做正极是正殿流出 负极是负殿流出 这样讲可以帮助你记得一些事 所以我就这样子教 所以正极就有很多的正 负极就会有很多的负 同性变相似 异性变相吸 负电就会把正离子吸过去 正离子是少电子 我是负极 我有很多的电子 所以把电子丢给你 所以我们的离子就得到电子 还原成元素 还原成A 然后呢 正电会吸引负电 负离子会跑到正极 负离子是多电子 正极是少电子 我们把电子丢给你 然后就从B负变成B 这就是所谓的化学变化 这是所谓的从离子变成原子 从原子变成离子就是有化学变化 所以通电之后 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18年级学电解质的时候告诉过你 电解质通电的时候 会产生化学变化 化学变化 所以这个原因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晓得 这个化学变化就是一个得失电子的反应 所以它就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它是正负离子跑到正负集满之后 去得电子或失电子 所以那里发生的化学变化就是得失电子的变化 因为是得失电子的变化 所以就是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教你什么叫氧化 失去电子 什么叫还原 得到电子 所以它们就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可是问题是 这一缸子里面的正负离子可能有很多 跑过去之后 到底是谁会得电子 谁会失电子 答案叫做国中生 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到底 如果是 如果是 那个金属之类的离子 金属离子这类的 那我还会有被过活性大小 我还会知道谁比较喜欢失电子 谁比较不喜欢失电子 我还可以用我被过的活性大小 来猜谁会发生反应 谁不会发生反应 可是负离子这边我们完全 不晓得 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为什么 高中的时候会教你所谓的氧化还原电位 你就会晓得谁的氧化还原电位比较高 所以谁比较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谁比较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这个国中没有 所以我说我们就忽略当做没这回事 或者就单纯把它背起来 十倍背起来 十倍背起来 因为我们没有学 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 所以重点是你要晓得从我刚才的说明当中你会发现 为什么电解质导电会发生反应 为什么我现在教电解的时候 通电可以引起化学反应 因为它会正部离子会跑到脊板那里 得失电子 所以发生化学反应 因此它发生的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这个观念要有就可以了